随乡丁探船的乡轮楼随着各个好方都有背车 而且没有在桑龙座部的会车出去 只有两米左右的楼框渐渐变成当地基民的困境 并以代表丁情和广府希望能够够够够 广州人民情以及立委马文君全港情报够够够 广府也决定以180万元金费来改善货款 你现在補充金不会出钱 就知道为什么要给我们货款 谢谢 既民传观众里面前以及立委马文君共调 这条路因为真义 所造成的种种不方便 路边草兰比统和蜜蜜蜜蜜蜜就是整理 希望广府可以协作货款 这是丁甘川第七年的出业度 如果教育的时候 全民买以外 包括买以外要处理 都显向繁盛 所以路透过那些是非常需要的 如果处理市场的 包括自己的船民也不买烧鱼 因为处理台湾16山的路边并不看 这些路边也不看 不然也烧鱼鱼 这就是因为路口鱼 大家在烧鱼鱼鱼 所以都把这些软杆切开 就标示说这些瓶颈路段 就造成这些大家出事的问题 所以今天团队和马里尾 大家来会货 现在就把土地用好看 做好 大家出事才安全 这里乡丁掌船的向鱼鱼 虽然价价价价价买车 而且也需要在上 農作部的大台火车出汽 只有两米左右路看 还没法到火车 渐渐变成当地基民的困窍 当地民意代表丁正后 广乎已经几个180万 要来改成困窍 所以我们今天来会货 就是要把向鱼鱼 这些楼 给它团窍 团窍到三米搬出来 这样 跟它收线车 车要进出就更方便 更不发行车好 楼太过了 因为像这些栏杆 这些都卡在那里 就是因为楼太过了 所以我们一定开招 只有一百八十万人 要把这些楼 肯定好 让大家更好通行 除了团窍 大家用一百八十万的经费 来改成这些楼铐以外 最重要还有它拖地问题 现在也已经改革了 因为我们来是国有地区 任务協的地区 现在已经给它保佣 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工程 资金来完成 也希望可以改善 我们这些交通的问题 让大家可以有更安全 自立顶窍村的上轮路 出一支楼铐这么多 官府已经同意 并完成各种楼堆的保佣 要来特地改善这个危险路口 提供当地居民 警告保障的安全出入道路 记者就算差不多